赤径到处走, 走得多少得多少 黄石码头 平时有这么多人搭 假期真是不得了 我现在去排队 这是黄石码头 人们上船去探门 我们不是去探门 所以我们不会上这艘船 我们现在要去赤径 我们早到了 所以我们要等船 现在加这些 就是200元包船 只有6个人 平均每个人34元太贵 我们搭这个街岛 就18元等一会 找到街岛船了 20元可以出发 好了, 我们出发了 好了, 我们出发了 再见 黄石码头 现在到了高楼湾 我们先到下一站 我们又离开高楼湾 上次我们也有去这里玩 好了, 我们又准备出发去哪里 好, 现在就去我们的目的地了 很漂亮 好像一层红红的山 你能看到现在首歌詞是歌 还有一个马铃山 还有一个马铃山 到了马头了 咦咦咦咦咦 我们的船走了 然后去接另一批 另外一批人 昨晚退了潮 好了, 我们继续去向前走 迎防世界 大自然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我们原本想去搭这一批船 我们走到街道 其实等它也是很快 好了, 我们继续去找我们的营地 我们在这里出发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们去搜索不同的地方玩 正在第二段 好, 我们开始进发 我们这条小路 走过来 就有大浪 鹰田 其实这里最主要是走哪里 危险 不要去 就是蓝蛇尖 就是这个位置 好了, 我们今天不去 我们去其他地方玩 可以去蓝蛇尖 原来这条小路 就是可以去大蚊山 那我们当然不去 我们是有目的的 好,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的 好了, 快跟着我们去看看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呢 这里的镜头 指着是什么 香港三尖子一蓝蛇尖 哇, 是不是很尖呢 好了, 我们继续出发了 走过来这里 你发现了一些白色的树巾 好漂亮 好, 我们的毛斗先来拍一下 好了, 我们拍完 又要继续走了 我们来到这里 叫板画村 好了, 我们进去看看 有什么板画 好, 这里 先看看 运动场 有人说 好, 看看是不是真的 运动场 锁了门 松门深锁 好漂亮 有人说好漂亮 我们就要走进去看看 这个当然是洗手间 一格格有水池 有天秋 你觉得像学校的格局 一个个窗 这里很出名 好, 走过来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这间学校 叫什么 叫玉英学校 1958年立的 叫抗耀普输 好了, 我们继续去再发掘一些东西 先探 探一探 哇, 都挺漂亮的 很漂亮的 我们沿着这个小路 看到这叫板画村 这里是其中一幅的 好, 我们继续去行 寻找我们的板画 你会看到写着赤京码头 北潭粒6公里 麦里浩建第二段 哇, 这里有介绍有什么地方玩的 还有, 这个是盐田湾 这里居民 沿途中了一些辣杜娟 襯起来也很好 现在还有人住 另外一个板画 这个板画挺特别的 你看到吗 一条鲸鱼 下面一个巴士 我们继续去找找其他地方 里面都有很多板画 几可的小朋友 好了, 原来一直都有的 原来 这么矮吗 这个板 真的 我要拍这个白浪板 那些非常多人来 看看 就知道了 这些屋 多数都给人家度假的了 这条水路走了 好了, 我们玩完了 我们回到北潭粒了 其实这个村子叫大浪村大围 好了, 我们又要上车了 这里有很多种萤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天幕形是两边翼的 太阳能不能够继续 只能够 太阳能不能够继续 太阳能不能够继续 只能够 太阳能够继续 只能够 太阳能够继续 放进去 太阳能够继续 太阳能够继续 放进去 这些工具 很漂亮 做什么 这是工丽娜 这个是工丽娜 这个是啤利娜 都不像 怎么卷了 你躲着睡觉 很好 哇, 你猜猜猜猜猜 它们在吃草 不知有多优灾油灾 这个就是赤湾的码头 都很漂亮 看着它 都非常开心 看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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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鱼 有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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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些鱼 上钓了 坐大飞 黄石码头到了 有些鱼 很多人 各位, 早晨 看多大模 哇, 我们加了一些苦瓜 面条 现在要炒几下 很简单 好了, 我们的日式炒面 就加了 好吗? 就不知道了 待会试试就知道 好了, 我们吃完早餐 我们又要出发去哪里 好了, 接着我们来 哇, 今天也有些蓝天 非常好 我们出发了 你猜我们去哪里 我们第二天 都要经过这里 其实沿途的风景 跟我们昨天差不多 我们又路经一个教堂 我们这里是 必经之路 我们昨天经过蓝田围 其实我们昨天就是 有很多牛 可能现在太晒了 10点多 那些牛就不来了 要下午才来这个位 好了, 我们又走到来 看到附近有废屋 哇, 其实这个蜜林 原来有介绍的 被围望的村落 主要为李雄林氏家人聚居 好, 我们进去百下 原来这里其实不止很多村 应该是很多废屋 我们就是其中一个废村落 我们先讲一下故事 当时英治下的李民府 引誘鼓励年轻村民充当劳工 以年轻人赚到钱的心态 把家人的小孩送到英国 原来英国人都有他的版府 好, 我们去完林屋围 接着张屋围 接着去大湾 咦, 张屋围就是前面的废屋 好, 我们走过去看看 哎呀, 已经塌了 那张屋围肯定是姓张住的 我们已经听到海浪声 好了, 我们到过一个泥坑水 今天要小心一点 好了, 我们走出来 终于看到一个 哇, 哇, 海滩很漂亮 没有人的, 哇, 很长 好, 我们拍一个长shop 原来这个大浪湾有人露营的 不过不是太多 我们拍一下 大浪湾, 脚跡跡跡 非常大浪 好了, 我们看看有多大浪 我先看大浪湾 看着大浪湾 不过是黄压压压的 看不看得到 好了, 我们要继续 好了, 我们继续出发了 好了, 我们拜拜 冬湾 我们由这条小路走上来了 又有另外一个海滩位 非常漂亮 大家多看一转 继续出发 慢慢走 不要心急就可以了 看天上的白云多漂亮 我们回来 然后我们在大浪湾海湾的湾位走过来 很漂亮 又有蓝天白云 看这个坑位 幸好不是很长 我们又要拍这个东湾 我们下这里要攀绳 大家要小心 其实对面一个男孩更厉害 他原来是背着重装备来露营的 正在走过来 这边更厉害 拿两袋东西 其实是重装备来露营的 真是这个世界 很厉害很厉害 夹路 他们夹路相逢 我们要让重装备上来 因为他把一个背囊放下 再继续自己的背囊 我都要避一避去 很厉害啊 师兄 不要说 你在哪里来的 长嘴 长嘴 远不远 这里走过去 长嘴 这里走过过去 你从长嘴走来 那你回去哪里 去 咸田 咸田 哇 很厉害啊 师兄 你 露完影了 我们听到有声 刚才那两个露营 已经追到我们了 反正是高手高手 还是重装 厉害厉害 厉害 厉害啊 还重装 玩了多少天啊 露营 哇 很厉害啊 这是一尖双嘴过山湾的露营 先 看看你们 好厉害啊 当然了 我们轻装在这里来说 我们是水渣了 哎呀 我们回头了 回到这里 大浪湾了 好了 我们吃完午餐之后 继续启程 好了 我们回头了 咦 我们又第二条路走过去 看看有什么景色 好了 路经有个私人地段的屋 我想是废屋之一 已经来的了 已经贴了纸了 我们走进这间废屋 看看 虽然没什么特别 有个骑楼 有个楼底 这间屋就是这样的 咦 有人露营 另一个露营椅都在 我们现在进了一个什么村 原来有人住 好 我们先去填 看看 咸田 这里有人 宿营 租用物品 正好去我们的大浪湾了 好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 好了 原来这里是盐田围 大浪村大围 我们走回这个位置 夏天 这里一定热满地方 因为可以去沙滩玩 又在这里露营 原来走这条路 非常之方便 咦 我们沿着这个小路 非常之方便 原来这是大浪湾至盐田路 咦 我们的模特儿已经告诉我们 向着这个是北潭粒 为止出发 现在就是去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叫西湾 一有四分一小时 我们不去咯 走了 其实这个村 叫大浪村大围 好 我们又要上车了 明白 请问你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做一个 印尼炒饭味料的烤鸡 是呀 是呀 很漂亮 这个鸡 辛苦吗 你帮它按摩 是呀 这鸡可能很辛苦的 要不要加盐 不用拙 它是鱼身有味 是呀 有没有盐 有的 不过稍后先 让我弄这个 很漂亮 盐最后落 要不然肉很硬 这个鸡很漂亮 滑嘟嘟 有没有你这么滑 当然没有 我们这些很粗鞋 我觉得滑过你 不是你滑过它 真的吗 你看看 人家的毛管都这么大 我看不到你有毛孔 当然 我的黑毛都遮住了 今天希望我们都加到菜 我们现在去钓鱼 好耶 今晚大家有食神 好耶 慢慢来 Maggie 这个环境 对了 羊肝肉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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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由赤径走过来的码头 就发现了一些小东西 什么小东西 好像一个石堆 好 看看什么 咦 原来呢 是一个窑来的 看到吗 咦 原来是可以进去的 有一个厚的厚 可能是放窑 烧窑的东西 上面 这里 一个窑 我们下去做什么 要找蠔鱼 不是蠔鱼 是蠔鱼 有用啊 我们来了 来做什么 做事 我是最佳拍拖 好好好 准备下水泥 好 准备下水泥 好 希望我们今晚加菜了 咦 要在中间 是的 好像水泥 现在我们 现在夹着它在底下 开营火会了 开营火会了 你猜我们今天吃什么 很多食物 我们正在准备下 是 现在我们现在在煮 还不吃 现在是 不吃 不吃 鸡腿不熟 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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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软了 来 走 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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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扫一下它 扫一下它 你们见不见到那只狗 那只狗 掉了下去 好惨 它在找我 好羊 好羊 狗 去了浅摊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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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捕 你去吧 你去吧 他又吸着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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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想 慢慢摸一下 摸一下它 摸一下它 不要吵 摸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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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着它 陪它 男生 摸一下它 簡單 早晨 今天第三天 我們沒有什麼油門了 要玩完似火了 走 早晨 今天吃什麼 小腸 配火腿炒蛋 很棒 大家吃肚餐嗎 哈哈 我們去河 昨晚救了一隻小狗 今天有小白路 很多人都走這裡 去哪裡 原來它們走蚊蛇尖 今天我們第三天又去玩什麼 今天我們就是上船的碼頭 我們周圍走一下 赤徑 牠們會去哪裡 真的不知道了 我們來拍攝 沿途的風景 這裡是我們 另外一個碼頭 這個碼頭 尺寸很大 一百堡里的路營中心 我們走了 拍一下一赤徑 事都普 這裡最出名的良友士多 現在又是補給品 這些就是廢的村屋 只剩下這幾間 好了 我們繼續出發 這個屋頂多漂亮 整個草屋 有綠樹蛇尖 多漂亮 又有人行山人經過 早晨去哪裡 師兄 去南蛇尖 今天很多人都去南蛇尖 綠色山座 我們進去看看它 是大會人家 看到嗎 這個當然是角樓 這個是爐灶 煙通 噴上去 拍一下這些 你覺得好像很沉悶 但是懷念過去 你又覺得不同了 好了 窗洞就是這樣的 有多漂亮 你看 上面是住人的 鮮頭 我們從這條小路出來 原來看到它在後院 剛才拍過 是塌方的位置 這個塌方 用一些木 撐住它 塌了 所以來這裡 隨時都塌了 今天很多人都來行山 就是今天 在這個枯樹的北潭粒 為什麼我們會走這裡 本來我們今天想著 上南蛇尖過夜 但是晚上的時候 半夜驚醒 幾次 因為又打野豬 又說下雨 非常之多工作 我們唯有附近 就拍一下景 好了 我們走到上來 原來有人住 好 我們又有另外一條路上了 這條路就簡單得多了 就不用走石頭 吸進去 看回村屋 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等一會 然後我們走掃滿 我嘗紙 可以看看 現在燒汁 以及淋櫻 會不會變得更香 然後可以吃了 好 你们能吃牛肉、猪扒多 吃这些咸甜湯丸有什么材料 稍后你们就会知道 咸湯丸有三个碗了 有三个碗了 有啊有啊 我们有椰菜、冬菇、虾米、湯丸 这叫咸湯丸湯 好吃的 如果喜欢吃咸鱼也可以放的 更鲜 提鲜 我们准备一些面包鱼粮 可否吸引它呢 稍后我们就会知道 不散啊米面包 不散 散了当然不要了 很快出小碗了 小路走进去了 那我们走去哪呢 其实我都不知道的 我都是跟前面那个走 好了 稍后我告诉我们去哪里 我们走到来 有个小溪 有多漂亮啊 绿树成阴 很多露营不同的萤幕 那我们来拍一下 我们走到来 这里有一个隐世的营地 你看这些炉灶 都是刚刚搭的 有两个孪龙 很隐世啊 哇 这个也做了铁架 你看看 很漂亮啊 也做了 一条路口 是啊 是啊 我们从这条隐世的小村落 走回大路了 这个叫赤径酒廊 这个赤绿山落 一个人都没有 不知道那些人 是否全部走去蓝蛇尖呢 我们走这个叫六赤酒廊 这一个潭水多漂亮啊 上面呢 有一个瀑布的 不错的啊 好了 我们呢 看一下附近风景 都挺大的啊 现在夏天来呢 非常清凉啊 那些水 是 我们要慢慢上去啦 都是有碎石楼 这个赤绿小径呢 是不是叫赤绿小径呢 其实不是啊 都很漂亮的 有一个湖啦 什么叫湖啊 你看看 哇 原来在上流流下来的 我们经常玩的那些 其实是下流来的 这里才是上流 好了 我们慢慢上了 这个叫六赤酒廊 都很多浮山碎石 今天呢 天气冷了 即是凉了 都很舒服 上山呢 你又不觉得太辛苦了 好了 我们走这个碎石路呢 很快呢 就到这条小路了 好了 好了 我们上到呢 另外一种沙石路了 就是黄泥石 其实黄泥石呢 非常之危险 是下雨之后 好 我们继续走啦 好了 我们现在下山了 全部是碎石路了 好 我们看到一个美景了 一个湖景了 海景 好了 我们看看 对哦 不错哦 我们要慢慢走啦 全部都是碎石路了 上又累 落又碎石 我们回头试安啦 因为大蚊山呢 那条路 封了 那我们又趕时间煮饭呢 就沿路接返了 好了 我们回去梁记士多了 今天有什么人玩呢 今天也有很多人 好了 我们又 昨天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就拍天池 今天没有了 今天是我们第四日了 真是要回情之日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调整形了 我们现在开始呢 就是醋肚Magic了 我们现在开始修形了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呢 就只やって久营了